东京奥运即将在7月23日开幕 台湾今年体育人才辈出 这次一共取得18个运动项目 66个选手参赛资格 其中包括羽球世界球后戴姿颖 举重世界纪录保持人郭信纯 以及体操安马王子李志凯 堪称是台湾体坛的黄金世代 期盼选手们在东京奥运的表现 能超越上届里约奥运一金二统的成绩 羽球球后戴姿颖是台湾首位 在羽球单打项目排名世界第一的球员 从15岁开始参与国际赛事 2016年香港公开赛夺冠后 女子单打世界排名登上第一位 2008年带回台湾第一面 亚运羽球金牌 深涯够摘下28项冠军头衔 这次三度参赛 渴望突破以往的16强魔咒 被给予夺牌厚望的她也说 谁不想拿奥运奖牌 但那其实也就是人生的其中一环 不要看得太重 说不定反而有好效果 实力坚强热心工艺的局中女神郭信纯将三次站上奥运殿堂 2016年在里约奥运习败锦获铜牌 但在2017年开始横扫亚锦赛市锦赛亚运会拿下24斤 并11度改写世界纪录 现为举重女子59公斤级 抓举停举总和三项世界纪录保持者 而这次东京奥运 北韩宣布不参加 北韩推孝星被迫退赛 而里约奥运金牌得主 泰国的苏甘亚赢金钥问题被禁赛 这两大劲敌的退出 若郭信纯能在奥运正常发挥 预估金牌将是狼中物 台湾安马王子李志凯第一次参赛奥运 却在比赛前一个月练习中受伤 隐恨无缘奥运决赛 但随后在2017年拿下世界大学运动会 安马金牌后 又在2018年摘下亚运金牌 世界体操锦标赛铜牌 证明自己没有因挫败而放弃 希望他能以招牌动作 他马斯回旋夺牌 一元前次奥运的遗憾 由于疫情影响 让东京奥运延后一年到2021年举行 选手们在注重防疫之余 也不忘时序训练 着实不易 希望国人都能给予支持与鼓励 让每个运动员都能拿出最好的表现 让世界看见台湾